干活嘛 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干 而且呢 还得要干好 然后不是自己本职工作呢 你还得干 像这个 这是一个燃气管 我出过来都做完了 燃气管还没有下 昨天燃气公司来个人 把管放这就走 这管你说 我不下谁下 这活我不干谁干 你不干吗还不行 你干吗还得干好 干不好还不行 这个视频呢 就当是一个吐槽的视频吧 吐槽一下这个燃气公司 你说这燃气管 自己买燃气管 他们还不让 他必须得买燃气公司的管 然后呢 他还不给你安装 而且呢 特别贵 这种管好几十块钱一米 买他们的 本来这个地方应该有五米就够了 他一下给你扯了七米 多出来两米 往哪用 那个燃气公司说 五米是免费的 也就是说入户就给你再五米管 但是当时呢 他非得给你弄七米过来 然后呢 那两米还多手费的 你看这么长的这管 它是多出来的 这是一百多块钱的 多这两米 长就长嘛 这里是打火炉 把它给从这穿过来 就完事了 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煤气管 尽量的在除柜之前 就把它给甩好 你把提前把这个管给它甩好了 切着地 然后这个管就直接压到这个柜子下面了 就不像现在这样了 传在走的柜里头 但是现在你走柜下边已经走不了了 只能走柜里面 然后 这些柜子的立板 每一个立板都要眨眼 很麻烦 你看这个 我给它抖到上面 可上面打了一个眼 然后给它通过去 在上面的话 这个管它还不怎么害事 如果说你在下面走的话 你把这管走到下面 你放东西啊 它可能会碍事 这边也是 这是刚穿过来 还有把它给拿那什么 给它固定到上面的这个板 这是固定边线管的卡子 把这个钉子给它拔下来 然后 给它换成螺丝钉 看看这个管 这家伙就这样吧 不是特别直 但是呢 就这样吧 别再弄了 就麻烦 特别软 这个东西 它不好固定 没机会 按完了 我再给你们看一看 它有什么东西 是我安的 这个 这就看到了 这是排行机 是我安的 本来呢 这个排行机 是有专门的时候 去安它的 但是呢 我在做这个橱柜的时候 需要 因为房主的要求 是只漏 下面这一块 上面的这些 必须在柜里头 不能漏出来 包括下面 也 所以呢 这个排行机 就得先把它给安上 先把排行机挂上 然后再去做柜 这就导致呢 这个排行机 以后会拿不下来 如果说想把排行机拆下来 就得把柜子先给它卸了 但是呢 现在的排行机都是在自清洗的 不像以前了 所以得把它给拍下来 去清洗 几乎这个东西 除非它坏了 有可能啊 你一直到它坏 都可能不洗这个排行机 所以房主说了 无所谓 不知道啥时候 多少多少年以后了 这个排行机可能会坏 也可能会清洗 但是先不管 主要要的是美观 怎么好看怎么来 但是呢 这样确实的好看 你看这个排行机 直接就剩底下这一块黑的 这一个镜面 其余的这些都看不到 想在柜里头了 那边还有一个 是我按的 这个晾衣架 这个晾衣架也是我按的 还没有节链 这个还没有按完 我只是把它给吊上了 那为什么我会安它呢 这个晾衣架啊 是房主在网上买的 也就是说 人家不放安装 没人安 你要是安的话 你除非你找师傅 然后你单独花钱 去找人安 因为我要吊棚 所以我不能老等着他呀 我就把它给安上了 免费的 白干的 我拍摄一个视频呢 不是说给大家炫耀 我给房主什么多干了多少活 其实这都没什么 有很多的地方你会意想不到的 比如说那些电线什么的 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有很多 你都是需要我们在现场去给他做一下的 多干点活 无所谓 主要啊 就是能把这个活给他干好 防止我能满意 行了 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 你要是喜欢我的视频呢 你就点个关注 点个赞吧 当然了 你要是能一键三连 转发一下 那就更好了 行 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